看华府新闻,小华府大事,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感谢Maryland Live Casino对本期节目的冠名支持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华府华语新闻节目,我是记者Emma 现在我们正身处华盛顿的The Phillips Collection 为您带来2016年选择美国全球投资峰会的现场报道 2016选择美国全球投资峰会是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和美国华盛顿投资机会会集的年度审会 今年度,有超过200位的国际和中国商界领袖、行业专家、投资者和政策制定者会集于此 DC市副市长Arlington County Board主席 Prince George County Executive以及中国各界代表均出席了本次活动 除此之外,现任美国驻华大使马克斯·博卡斯更亲自出席了本次活动 并对中美投资双方美好的合作前景做出了展望并送上了祝福 本次峰会由华盛顿中国投资中心主办 Arlington County, Washington D.C. Prince George County为官方合作伙伴 此峰会将聚焦全球化北京下的经济前景 并从以分析如制造业、消费业等在内的中国再美投资的关键领域 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各地的友人能够来乔治丸子军投资 我们是中国客人通往美国的桥梁 华盛顿中国投资中心是一个旨在帮助中国中小企业来美投资拓展市场的商业服务机构 汇聚了美国华盛顿地区政府机构和私营企业的核心力量 其宗旨是为中国的投资企业提供全面而深入的商业支持和帮助 来实现其跨国商业发展的目的 这个盛会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 也是让我们走出我们的投资的地区 跟政府有更多的接触 了解一些政策环境 那对我们的这个企业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 自成立以来 华盛顿中国投资中心为实现中美两国的双赢 帮助中国企业实现在美国的商业发展 同时通过中国投资促进美国当地经济的增长 做出了部署贡献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华府华语新闻节目 我是记者Emma 在华盛顿为您发回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